我之前新买了一套欧卡 是跟心理学相关的 用卡片来解读潜意识的图卡 正在给大哥做第一次实验 因为他的工作是从这些卡牌里面 挑出和我有关的 这说明书有这么好 这个游戏叫360度月人数 然后你把这些张跟我有关系的牌 按照三角形排布 最上面是跟我的关系最强 就两个人跳舞 就你平时带走跳舞那种感觉 这个就感觉是你的人生 和一切非常顺利 努力都有回报 其实是绿灯 拥抱和陪伴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女性 maybe未来你就会成为女性 这就是一个鸟 这个鸟就跟你很像 就你很渴望自由 这个就是就我和你 就我和你 what 有时候跟在一起 就跟你跟一个小孩一样 需要照顾的 就挺好玩的 这个是我摆的大哥 这个是咱们俩老了之后的样子 我觉得在咱们这样感情当中 我已经很难再想现在的画面 我想都是非常非常往后 他给我带来的并不是那种浪漫的刺激感 而是一种不会分拍的状态 这两个都是你和你孩子相处的画面 就感觉你会是一个很好的爸爸 你会给他很好的照顾 跟他一起玩 我这胸肠大 哪里爸 你们俩这个就安好了 这怎么不中间成份啊 我妈我录视频呢 那我先来跟你介绍这个 这是你和你妈 其实感觉你和你妈妈的关系 非常的密切 这个是代表家里的生机 就感觉你会养鱼 养雕 你是一个很受动物欢迎 你也很喜欢动物的人 所以你会与家里带来很多生机 我还以为你是说我特别慢 然后特别拖延 拧毛巾是觉得你很辛苦 你做了很多体力活 不管是在家里 还是在工作上都很辛苦 然后这个是一种 悠然见男生的状态吧 就感觉你是慢慢的 会回归田园的 自在的悠闲的状态 这个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放这个 但是看到的时候 就觉得有点像咱们俩 我们经常在说再见 物理上分开过很多次 总是有一些时空不在一起的 或者是精神不在一起的状态 你一定要照顾好身体 这样我才能更久的在一起 好 觉得是 你有时候还是一个挺孤独的状态 虽然表现是很乐观 洋溢放松的状态 但是你心里面还是有一些纠结 焦虑和不安吧 嗯 我也挺好的 有些方面是看到这个 没有那么想到 那你觉得能听出来 比如说刚才我从你的里面听出来 你对感情非常重视 比较有集体意识 有生病 有这个分离 归隐身体 我们的状态 我跟你不一样 哎 我是我 去吧